欢迎订阅 嗨朋友们 阿霞又回到村里面了 大家都知道云南有18怪 我们这边还有一怪 万物皆可配水原菜 在每年冬天下霜之前 我们都会去地里面摘一点烟菜 回去腌一点 烟菜是用我们地里面的 这种小苦菜来腌制的 云南人吃面条 吃米线炒肉煲汤 吃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用腌菜来搭配 不仅开胃而且非常的解腻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腌上一大罐 大家有吃过我们云南的腌菜吗 最爱的就是吃腌菜 可以一个月不重样 每天都有新的咸菜可以吃 走 去摔去 回家把腌菜摔起来 摔起来了以后就赶紧腌起来了 马上都可以要来了 等不等了 下的标不不要转嘞 不要转嘞 不要转嘞 那的马波就让它给 一会儿 盐菜熟下来的以后 我们要洗一下它 剩一下就好了 给它沥干一下水分 我们来把这个撇菜 跟胡萝卜先切掉 把它切成这样子的断断 再擦点胡萝卜丝 量好的菜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撒一点盐巴 开始揉它 揉了以后它就好吃了 揉 要把它揉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了这个已经 把它切小一点 不太喜欢吃大的 我们放料了 放点盐巴 这个是红糖和白糖 这个是辣椒粉 花椒粉 八椒粉 好了 把它拌好了以后要盐个四五天 盐不够 人家说家财忘惯 不如咸菜配饭 来 嗯 嗯 你没怎么不够 哈哈哈 把它放起 要揉一下的 让它够晃 要把它揉紧紧的 拿去走喽 把它腌个三天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的盐菜腌好了 我家妈已经炒过一次了 你看 腌得很好看的 这个盐菜腌得太好了 烤完以后还是要把它压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云郎的上汉神器 盐菜炒油 盐菜剪好以后 我们就把肉放进去 给它翻炒一下 起锅喽